大家好,今天來到8月1日 星期二,因此也有一個嚴正聲明講講 現在還有很多騙子在冒刑,這一個人 希望大家認真留意,不要被騙 在這裡順便也要講講一件事 有時你說,這些那麼多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申請有關方面 特別是這些平台 將它全部斬掉 我有一個朋友去做過的 叫做國獅子 你知道這些平台 如果沒有多些這樣的串流 沒有這些東西,哪有錢賺 所以國獅子說,不要,請你刪掉 這個平台,據聞,據聞就 就連國獅子自己的本身都刪掉 怎麼搞的?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不會有任何 Telegram,WhatsApp,或者Facebook的東西 刪掉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記住,不要被人拎 而這些為什麼有這麼多騙子在這裡呢? 其實就是有關的平台 為了廣告 而不去嚴正 去因選 哪些是假的 哪些不是假的 很容易知道是不是假的 好嗎? 好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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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件事的 情況下,這就要下跌 因此的板塊方面 也會有所 早前很多紅色的 現在變成了多一些龍色 整體來說 我們看幾樣東西 由保險下來這裡 銀行,地產下來這裡 即使今天的市場 壓力是不小的 另外再跟進我們看看 還有一些科技股是升的 不過它升得很少 零點幾 零點幾 這個快手 因為公佩會易積好 所以這個大了 阿里巴巴還好一些 其他的是零點幾 零點幾 零點幾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應該是有尾聲的 或者要先休息 才好 同時這個也看到 升完之後見出了一個陰燭出來 我們要看看 那些就會這樣看 看看是怎樣看呢 我們看看 今天 到目前來說 最高是20404 今天 最高是20421 即今天的高位 是低於昨天的高位 這個就要看看 下載還有沒有進步 而昨天的收市位 是20203 而今時 若然在現在收 是20150 即是說已經是跌了 那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是20186 現在這個20150 即是它已經跌回 在保利加通道的上軸的下方 因此這個是走勢利淡的表現 因此大家需要留意 現在 我們再提及看看 今天 可以留意一下 股票是創科實驗 那它的走勢如何呢 我們看到的 確實驗 確實驗